互指跌于2% 两市于3900股下跌 油气股领跌 三大指数低开低走 截至目前跌2.02% 深程只跌1.74% 低1.17% 煤炭股早盘充高回落 跌停 发改委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发布 做好发电供热企业只保煤炭中长期合同 全覆盖铁路运力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 通知提出 联动提高电煤中长期合同履约率 中原证券指出 周二A股市场低开高走 小幅震荡上扬 受到央行会议表态的影响 两市股指在金融 房地产以及能源电力等主流板块 轮番上扬的带动下先以后扬 小幅上涨 前日逆市领涨的消费板块全线走低 两市超过六成个股上涨 成交量继续维持在1万亿元上方区域